美国跟菲律宾真的 现在所谓的肩并肩联合演习 对不对 22号登场了 同一天呢 大陆解放军在青岛举办 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 其中呢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 凯勒有代表美国出席 那菲律宾呢 虽然有受邀 但是他却没出席 结果呢 菲律宾却代表去参加美菲兼并肩嘛 另外呢 中国大陆中央军委会副主席张又霞表示 海洋不应该成为各国秀肌肉 搞炮剑外交的舞台 一起听看看 太平洋足够大 完全容得下 太平洋各国 海洋不应是各国悬崖武力 推行炮剑外交的竞技场 而应成为大家和平共处 增进共同利益的大舞台 好 亮哥你怎么看 美菲兼兵又来了 然后这次很特别的是呢 他们呢要什么 要模拟夺岛啦 然后呢又说什么呢 要把一个靶船给打掉 集成 然后呢这个靶船 他还特别说 就是中国造的船舰啦 还说我们啊真的不是故意的 因为不是他决定啦 美国决定的 当然是美国决定啦 菲律宾哪有这种实力啊 这个没有办法啦 事实上 事实上监并间是每年都有啦 每年都有 没错啦 今年比较也能注意 是因为他装了中程飞弹 是的 那把中程飞弹的演习也当作其中之一 对 没错 所以这个也能注意啦 事实上 不这个就是美国共同防御第一岛链的 例行演习啦 那他所设定的就是不让中国出第一岛链嘛 但办得到吗 这不是办得到 是说你这样设定合理嘛 不合理 是啊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设定 就说当初你这样设定就是因为反共 对 那现在请问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有什么关系 真的 中国大陆有在东南亚传播共产主义吗 没有啊 是啊 他的体制其实很多国家也不适合 是啊 他自己也知道嘛 是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刚刚张佑霞在讲炮箭外交就是这个意思嘛 就是说你现在还认为冷战还在 对 所以你炮箭外交就是要把中国围在第一岛链内 那就是说你设定这样的一个框架合理 不合理 对不对 这个中国大陆现在是要跟全世界和平发展 对啊 我也没有在扩张我的意识形态 也没有要全世界接受我的单 什么我这个是什么 这个什么普世价值 没有没有 没有这样做啊 东南亚各国美国都有它的各自的利益都尊重啊 对啊 所以你在这边动不动就来搞 演习 自由航行 对自由航行 那是在干嘛 而且自由航行都是军舰 是 你不要搞错了 那你随时来这边自由航行你是要干嘛 要武扬威啊 本来就没有人要对你干嘛 对啊 那你就一天到晚在那边自由航行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坦白讲这个西太明洋海军论坛啊 是1988年就开始了啦 对 那今年是轮到中国主办 对 那结果今年 来了29个国家 来的都是大咖 真的大咖 印太司令也来了嘛 对 那俄罗斯海军部长也来了 对对对 也是大咖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美国跟日本刚提升了 安保 安保 那你最近菲律宾也不断闹出一些动静嘛 那连忠诚飞弹都搬来了嘛 对 所以这个动静 当然会引起大家的 就是想要来讨论讨论嘛 因为其中有一个核心议题叫做 军舰意外相会的准则 这很关键 这以前没有啊 以前没有嘛 对 那为什么现在必须讨论 因为现在来这里 走来走去的军舰太多了 对 所以三不五十就会意外相会嘛 对对 这个就好像以前有所谓的军机 交汇的准则嘛 没错 那现在海军军舰也要来讨论这个问题了 是 那事实上就意味着这里已经 开始进入 可能会发生海上冲突的时候了啦 我是觉得越来越难避免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预告啦 对 就是说很可能要发生了 对 所以我们还是谈一下吧 是是是 就是呢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美国常常来这边 亮哥刚才说自由航行 来这边 那中国大陆也能够到了 自己家门口去绕一绕嘛 所以你就会有一些 比如说我举例嘛 他这次装的中程飞弹 对 其实有有些不是中程啊 比如说飙六飞弹 飙六飞弹设成只有240公里 对 可是因为你装在吕宋岛 就会封锁巴士海峡 是啊 那这是什么意思 那意思是说我以后过巴士海峡 就要小心咯 对啊不是这意思 那意思就这样啊 而且巴士海峡还会 跟台海战争有关 就是跟台海战争有关 最直接 所以你是想介入吗 所以我是觉得 这种事情就是 我觉得美国是 真的在落实它的计划 因为美国有一个单位叫CSBA 它本来就有写类似的东西 就是叫火力之环嘛 叫Rings of Fire 那它事实上就是第一圈 第二圈 第三圈 没错 这样在安排它的这个射击范围 那菲律宾就是第一圈 是的 所以人家当然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菲律宾 不会只有这个基地吧 菲律宾美国有9个基地 对 而且都有签那个约 是 所以你在这里搞一个 低峰 低峰帘啊 低峰帘只有一个地方吗 不太可能 对不对 那会不会也装到日本 对 那你如果菲律宾跟日本都装 那不就形成了第一个圈吗 有了 是啊 就是它完成了第一步 因为它台湾不敢装嘛 因为台湾跟它没有邦交 而且会扯到中国内政的 争议啊 可是菲律宾跟日本装的可能性 真的存在啊 真的存在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连俄罗斯都跳进来了嘛 对 说菲律宾离俄罗斯还蛮远 可是日本可不是啊 对不对 对 就是这样了 亮哥说的这个也要补充一下 因为呢我们都知道 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呢 美国这边有宣布说呢 放了什么呢 放了堤峰啊 也就是呢 中岛这个地方在旅宋岛 然后堤峰呢 距离中国大陆也真的蛮近的 因为呢 吕宋岛这样子打过来 中程导弹真的是打得到中国大陆的 那亮哥说那如果装在日本呢 那就是会威责到朝鲜跟俄罗斯了嘛 那亮哥刚才提到就是呢 华府的智库CSBA 战略计预算评估中心 就自己说了 美国有三环啊 飞弹火箭环 就是说要用中国大陆周遭为三圈 然后呢要发射导弹 比如说第一圈 看起来亮哥的说法 如果日本菲律宾 其实它这个还是传统的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的说法 第一岛链就是要放什么呢 包括了1000公里以下的飞弹嘛 然后呢再来第二岛链 就是1000到3000公里 这我跟你讲一下 这个CSBA这个报告就是写在 中岛条约被废止之后 对 2019年 就是INF嘛 那就说我美国不再受限于 中程导弹的限制了 那我就要复制到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这样 那然后他有一个报告评估 就是说他们估计中国大陆的 中程飞弹大概有1825枚 对 那美国跟俄罗斯都严重落后 因为他们互相不准 有牵制的时候 有牵制嘛 所以等于是美国 他把他海上的本来的武器 现在挪为陆基使用 事实上这个低风系统 本来是海上的 是军舰上面的系统 那因为军舰的攻击系统 现在进步了嘛 他不一定要用这个 因为这个要不要垂直起来 这样射 那这个可能对军舰来讲 速度太慢了 所以他就拿到陆基上来射 而且他是移动式的 那这个一个连 大概有四部车 那因为坦白说啦 战斧飞弹 它虽然是亚因素 可是他可以装核弹头 对 所以谁知道你会干嘛 看起来就是要装核弹头 不然装一般的弹头 打了没有用 打到一个点 对那没有用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中国立刻 无人机真7就飞来了 对无真7过来了 我就是要监视你啊 看你搞啥 虽然我听到一些说法 这个中国大陆也不觉得 你这个真的有多大威胁 可是至少万一的时候 他五分钟内就可以摧毁了 是啊 可是还是要掩防万一嘛 这个本来战争风险管理就是如此 对 而且呢我们知道当年的古巴危机就是如此嘛 那你美国呢在我家门口 装了这个中岛 那尽管中国大陆有这能力可以把你摧毁 而且呢 这个你第一个速度不快 第二个呢是中文大陆有很多可以反制你的措施嘛 那但是呢中文大还是要小心嘛 所以呢也是呢有出招 亮哥刚才说的第一个 我今天听到一个说法 这个要查证一下 是 这大陆网民写的啦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说 因为昨天那个古巴的武装部队的主任去访问大陆 对对 那那个何卫东啊 就是军委副主席 跟他提到说中古可以交流啊 我可以帮你们 做这个军队建设发展 军队建设 结果Austin听说 立刻打电话给 给董军 董军哦 部长通电话 是 所以你讲的军队建设是什么意思 要问清楚 对那董军当然就问他说 那你装到我家门口是什么意思 这个有这种活灵活现 我是没有看到这个 我没有看到这个报道 太活灵活现 他是说 Austin隔一天就打电话来了 他是有这个新闻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 可是 美国对古巴去跟中国军委副主席接触 这当然是很敏感的事情嘛 大条 而且何卫东真的这样讲 他说可以协助他做军队建设 然后俄罗斯的副外长 也立刻讲说 我们不排除再到古巴搞一个飞弹基地啊 对啊 那他就这次副外长 他就说莫斯科有可能重选之前宣布占定的部署 中短程飞弹的决定 跟古巴 那坦白讲他的机会更高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古巴委内追拉都有长期的关系 对 他比中国关系还好 他步得很深 不主要是因为他以前是军事大国 所以很多都有那种半结盟的关系 中国大陆倒是比较没有 对 那可是这个事情就惹到中国跟俄罗斯了 对 我觉得俄罗斯真的是聪明 因为他知道普京即将访问大陆 对 所以就表态说这个问题我挺你 他之前挺台湾议题 现在这个也是 是啊 真的是很挺 那就是希望说你也要挺我 不就这意思吗 这个就是搞军事政治的玩家 对 这才叫玩家 俄罗斯真的是一个国际当中的玩家 美国你这边或者很多西方媒体去唱衰俄罗斯 你可能还要思考一下 他们背后其实还有很多的局在布 尤其刚刚我们特别提到 你在我家布了这个中岛 在菲律宾社 那中国大陆现在也有可能怎么样呢 跟古巴合作 所以亮哥就讲了这个 古巴中央委员去跟何卫东进行的见面 结果中国大陆这边说 古巴的军队建设发展是支持的 然后俄罗斯真的讲得太白了 说会帮助这个古巴 然后也说呢还有包括中程短道 导弹可能会部署 另外呢其实俄罗斯的检查总统最近呢 也去访问了 跟古巴进行访问 更别说这个我特别找出来 去年哦 烧伊古就跟古巴的武装力量部长 其实有很多交流 说俄罗斯跟古巴一同在技术军事领域 要发展合作 这个其实不意外啦 因为俄罗斯也去访问了委内瑞拉 对 就说如果美国真的要乱搞俄罗斯 俄罗斯真的可以在委内瑞拉 还有古巴 搞一点事情让美国不舒服 对啊 那 坦白讲这一类的军事的较劲跟互动 中国大陆经验是比较少的 而且也比较谨慎 因为他不争霸嘛 对 那俄罗斯是要争霸的 俄罗斯是要扩张的 要输出他的意识形态 搞世界革命的嘛 对 所以 一直到冷战结束之后 这个才稍微收敛 因为他没这个底气了 对 可是还有 还是有 还是有那种政治关系 还是有 所以 我觉得这个事情没完啊 就是 只是中国大陆比较谨慎 他就会觉得说 你现在给我搞一个连 我就看你 还会不会进一步走 OK 那这个坦白讲 如果是别的国家 我觉得如果是中国跟印度 早就出手了 我认为印度也会出手 就我就立刻制裁你了 是 我看你菲律宾有多强 你要这样搞是不是 中国大陆就是比较谨慎 到现在还没有听到 政府要干嘛 比较硬的一个做法 只是派个无针期去看一看 那个算是最低的 最低的 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这个谁呢 蔡胜元讲的这一块 我不知道亮哥感觉怎么样 因为蔡胜元说 不用搞这些什么古巴 有点远啦 吹田黄岩岛就好 这边啦 黄岩岛把它吹田起来 造基地 百合弹 对准你美国菲律宾的基地 这个是 这个事情你也想要怎么收尾 如果真的这么做也是很大条 非常大条 这个比菲律宾这个还大条 因为前面就是苏比克文的基地 对着美国 而且就马尼娜也在对面 是 一百多公里 那如果先吹田 这也是 至少借由这个机会 我跟你讲 2016年 中国大陆 因为田海造路 大概是2013开始 那美国那个时候就有讲过 你如果来吹田黄岩岛 那他不排除把你炸掉 当然那个时候 美国比较有底气 2016 2016 那么久 可是现在2024了 2024如果中国大陆 摆两艘大驱在那边 你敢炸吗 对不对 中国大驱那么多 如果我摆两个大驱 然后在那边吹田 你来试试看 对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中国大陆如果硬要吹田 美国也是没辙 可是这样就是硬杠 那中国大陆因为会考虑到 别的东南亚的感觉 所以我不认为他会这样做 是 就是我们都知道 中国大陆对菲律宾 真的很谨慎 包括了什么马德雷山 给你座谈25年了 你还在那边闹闹闹 黄烟岛也是如此 都是有紧守 不想让什么 让东盟国家觉得说 南海行为准则 如果真的敲定的话 中国大陆可能会以大欺小吗 不是 现在是用菲律宾做的 其实南海行为准则就会扯到 你可不可以让人家装中岛 不是吗 对 怎么可能这样搞呢 是 对不对 所以 坦白讲我从权谋的角度 我认为美国就是硬杠 就是我在撤你的底线 对 那我就去硬杠 这个我们谈判策略叫做 叫做Foot in the door 就是我要叫你开门嘛 你不开对不对 我脚就先伸进去 OK 是 让你关不了门啊 那到底我之后能不能进门 那再说吧 所以中国大陆必须要有反应吗 当然啊 不然的话你就真的会被进门 你一定要让美国或者菲律宾 自然而退 我跟你讲这个没完没了 而且还会有示范效应 对 人家就会觉得说 原没关系啊 你也没什么啊 我装一个连 你没什么大反应嘛 装一个赢呢 我再装个第二个连 对 你知道吧 所以我说这个 这个他真的要拿出手段来啦 这个国际政治就是这样 对 所以呢 亮哥刚才也提醒了 中国大陆真的蛮谨慎 但是也提醒了说 美国他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美国是会测探 你的底线在哪里 原来发现你很好欺负 而你没有反应的话 他就可能真的就往前推了 那亮哥也提醒了 你在这边做的是菲律宾 那接下来如果是 日本呢 这个是韩国啦 对 日本 对 对 这边 那就这样慢慢装起来的话 那真的是会让大家 在第一岛电这个地方 又充满了更大的火药味了 所以中国大陆 应该要拿出一些做法 亮哥的建议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敏痕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剂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何外的选口 对背景 你翻译顾 定当初